記者 周杰 周杰 不會減少輪動政工程的收入 第二個呢 你如果把這個商業區好像一平幾十萬 這種廣場無價錢當作一種損失的話 就這種想法 它也不是一個從事政治工作 或者是這個擔任民意代表人應有的想法 這是正產 羅東證公所敢把它拍賣掉嗎 這是證明最好的 局會最好的地方 你不可能把它拍賣掉 所以對羅東證公所而言 這個一萬坪的優質的這個證明廣場 如果形成的話 獲益最大的是誰 獲益最大的是所有的羅東證明 因為四周變成優質三千之後 會變得更有價值 那羅東整個有這樣一個一萬坪的公所前面的廣場之後 所有人來消費 來休閒 或者是來做什麼 一定人更多 會給羅東證明帶來更大的收益 獲益的是全體羅東證明 那損失的是誰 就是政長跟代表會主席兩個人少了一個小金庫 因為這個立體停車場的收益一年好幾千萬 這個好幾千萬是公共造產 這個公共造產它的收入往往羅東證公所就是將這比錢 作為政長的公關費用 大部分都在這裡使用 那當然政長的公關費用 預算要代表會通過 他當然也不能不給代表會主席用 所以等於兩個人一起用 就是政長跟代表會主席的小金庫 損失的是你們兩個人而已嘛 而且是下一任 不是你們現在兩個人 那擴取的是整個羅東證明的利益 那到底是要維護羅東證明的利益 還是要維護羅東證長跟羅東證代表會主席兩個人的小金庫 是非常清楚 未來羅東有兩個重要的都市計畫案 一個就是保護區公衛區的變更解變 那個叫做變更羅東都市計畫案 那麼將來用區段證收來執行 那先生有預定投資幅10億 這個案在羅東的外圍會有做12個制宏池 那麼還有相關的公共授施 預計四年後完成 四年完成 這是一個案 這個是羅東證公所 那個這是原來台契科研 台契科研 後來台契科研解散之後 這個是機關用地被標售被買走了 那這個是羅東證公所所擁有的商業區 目前做立體停車場使用 那這個是公園 這個也是羅東證公所 那這一次的這個通販檢討 我們考慮到未來羅東的發展 初步決定將這個機關用地跟商業區 還有政公所前面這條路 包括新東路 這個地方民權路 民生路 整個化為廣場使用 化為廣場使用 那這個廣場使用 原來的公園 原來的公園水域面積是這樣子 然後附近是夜市 夜市 夜市 所以這個公園穿透性非常糟糕 裡面有環境髒亂 有治安的問題 那一般民眾反應不敢進去 這是目前公園 那我們這一次指定這個公園 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面積要做智洪使用 所以會擴大水域變成一個等於是一個智洪池 這個智洪池底下這裡有一個月媒菌 月媒菌到這裡來走 這裡也有從這裡進來 所以這裡將來的水源是來自月媒菌 那旁邊的這個樹會稍微改建 會改造 變成一個穿透性比較好的公園 讓大家趕進去 那麼甚至這裡面有些可以做目前的夜市 目前的夜市可以往裡面到公園裡面來擺 不要擺在路上 這是原來的構想 這是構想 那公園跟這個廣場之間是新東路 這是新東路 這裡我們會有一個案 這個案要委託 也許是包括國外的建築師都可以要標 就是開放國際標 把這裡做一個類似第二樓這樣連結到中山公園來 這個路上面還有一個廣場 路上面的第二層樓的廣場 這個廣場這邊行人可以過來 那車不影響車 車走新東路 所以這樣整個的一個 包含志宏公園 包含這個小市集 隆寧市集 夜市 將近到這裡 到這裡 一共有一萬瓶 這一萬瓶就三公頃 一萬瓶的一個大的一個正名廣場加志宏公園 那這四周馬上就變成一個非常優質的商圈 因為視野非常開闊 人群會聚集 人群會聚集 那這樣是改造羅東的一個大好的機會 這個是所謂羅東之心 那這樣子對羅東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優質商圈就形成了 那公園也可以做最好的使用 目前公園幾乎狀況很糟糕 狀況很糟糕 所以這個是我們對羅東未來的規劃 那對羅東正公所而言 它認為說 那你立體停車場化為廣場之後 它那個收入就沒有了 或者是說它本來商業區好像一坪很多錢 它是正產 那把它化成廣場之後 好像就沒有了 事實上是這樣子 不會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將來的縣長或鎮長 要解決這個立體停車場問題 一定等到外圍的停車設施做好了 才會動它嘛 外圍的那12個滯鴻池 白天做停車使用 或者增加有的學校 可以挖地下室做停車使用 外圍這個做好是4年 所以外圍的這些停車空間都做好了之後 才來動這個立體停車場 才來拆除 都還來得及 那在外圍這些還沒有做好之前 它雖然變成廣場 但是它也可以做為原來之使用 它立體停車場 立體停車場還在 它立體停車場還在 立體停車場還在 還是在使用 不會減少蘆龍鎮公所的收入 所以等到動到這裡的時候 外圍的剛才的那個12個滯鴻池 那些工程 早已經做好了 換句話說 動到這個立體停車場是4年以後的事情 所以不會影響目前的交通問題 我為什麼說外圍的12個滯鴻池 還有停車空間做好了之後呢 因為停車就有位置了 那蘆龍鎮公所它可以去建構一個網絡 這個網絡就是小型的電動式的接駁車 有間距觀光的 或者是說有目的性的 從外圍到市區 比方說外圍到廣場 廣場是一個站 廣場是一個站 外圍是12個滯鴻池是一個站 它有4人座 6人座那種小型的 也許是什麼樣的電動接駁車 就一直開 對開 一直開 一直開 那這樣整個一局解決羅東的交通問題 羅東的市容的問題 羅東的市容的問題 還有羅東的這個淹水問題 這兩個都市計畫案是非常重要 不注意不注意喔